到目前为止,三峡大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,但其水库容量还不到世界最大人工湖的四分之一。 更有趣的是,最大的人工湖位于非洲,那里的水是最稀缺的。 可以说,这是非洲最引人注目的专案。 2013年,辛巴威升级了卡里巴大坝。 辛巴威财政部长当时表示,升级该设施的成本来自中国的3.19亿美元贷款,扩建专案由中国水电承包。 在还没有建这个大坝的时候,卡里巴湖附近焚烧了一个指定的区域,所有的植被在大火中化为灰烬,在后来的湖底形成了厚厚的肥沃的土壤。 所以,这个湖也被大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人工湖。 但是这个湖的问题正在加剧。 根据在比西河管理局之前公布的资料,卡里巴湖拥有2000亿吨水,同时非常容易引发了地震活动。 电力供应的减少,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,而且也影响了沿岸5.7万名,因大坝而从高地流离失所的汤家土著居民。 结果,随住水位下降,农田被遗弃,粮食产量减少,他们不得不在湖里捕鱼为生。 他是唯一一个来自哈拉雷部落的讲经语的汤家人,曾经来过中国,和去过阿根廷。 算是一个流洋的人,视野和见识都相对的多一点。 最后,他回到部落娶了酋长的女儿。 准备登上王位,政府与土著人争夺游客的情况并不常见。 他们利用执法手段,让土著人远离游客。 这是桑巴对游客说的最常见的话,这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。 当然,卡里巴湖仍然是中非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圣地,尤其是在2015年水位下降,两国政府开始担忧之后,出台了几项保护该湖的法案。